第376集 过年捡个小姑娘 说详就详,详的诚意便不可信任 阿飘很清楚,自己必须要答应景久的条件 立下明和血势 明和血势立下之后,他便再也无法抵抗景久的命令 除非选择死亡或者承受无尽的痛苦 把身体里的所有血液都换成了明和的圣水 想着今后惨淡的未来,阿飘虽然决定降了 还是犹豫了会儿,才闭上眼睛 嘴唇微微颤抖,显得很是害怕 景久握着右拳,伸出食指点中阿飘的眉心 明黄之喜便在他的手里,散发出黑金两道光芒 给人一种极其肃杀,却又神圣的感觉 阿飘的刘海无风而起 露出眉心一道小缝,一缕浑火飘了出来 顺着景久的食指进入手心 最后与明黄之喜融为一体 把明黄之喜重新收回那边 景久左手在冰块表面俯过 坚硬而寒冷至极的冰块 瞬间裂成数百个小块 然后被剑火烧成云雾 与火锅里的雾气,熄灭的雾气融为一体 阿飘躺在地面上,脸色苍白,浑身噱头 显得极为虚弱 他身上的那件宝蓝色衣衫,裂开了很多道口子 露出了如玉般的肌肤 挺白啊 圆去端着盘子,一边往嘴里扒着瞎滑,一边说道 卓如碎同时嚼着辣椒圈与辣肉 明界没有太阳,能不白吗? 赵蜡月发现有些不对劲 神情威正,上前抓住阿飘的后颈,略向了后院 阿大蹲在景久肩头,正想看看明黄之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忽然发现,赵蜡月提人的动作,不由后颈一尽 没过多长时间,赵蜡月便带着阿飘回到了场间 阿飘洗了一个澡,换了身干净衣裳 还梳了个小啾啾 配着清秀的眉眼,着实有些可爱 卓如碎大吃一惊 啊?怎么变成了个小姑娘了? 顾清语缘曲也非常诧异 阿飘委屈地嘟着小嘴 我本来就是女孩子 景久看着阿飘头上的小啾啾,觉得有些眼熟 她想了想才记起来 当初,上神墨峰的时候 自己曾经给赵蜡月扎过一个 阿飘的小啾啾想来应该是她的手笔 赵蜡月看起来很满意自己的手艺 用手指弹了弹那个小啾啾 我给你扎得好看些 这句话里带着些遗憾 赵蜡月自然懂 我不喜欢 人生总是有很多不得已 求不得,爱别离 比如火锅里的白汤总是鲜干 赵蜡月不肯留长发 每个人都会离开 景久想开了 当初神皇把这颗卵交给她保管 就是脱钩的意思 还有几年时间 那就应该抓紧时间 景久抬起头来 看着还有吃火锅的那几个人 今天上课 阿飘刚兴致冲冲 拿着筷子冲到桌边 便听到了这句话 不由悲欲莫名 青山已见你万物 才有万物一的说法 听着景久开篇的第一句话 庭院里的弟子们便感觉有些怪异 不是说这个道理如何 顾青与元曲以前就受过类似的指点 问题是万物一除了是剑道 是境界 同样也是一把剑 而那把剑现在 就在他们眼前说话 不提到的时候还好 提到了谁会忍得住不去想 景久自然不会在意他们在想什么 各修行宗派的阵法 雷法 扶道 道门玄弓 都能以剑法拟之 这便是九封针剑的由来 大道千万 最后总能相通 那些你们理解不了 弄清楚剑道的本意就好 庭院里的弟子们收敛心神 认真听着 世间有几个人有机会听到 景阳真人亲自讲解剑道 这一世之前 只有禅子有过这样的机缘 剑是用来切东西的 不管是黄瓜还是人头 总之它的作用 是把原本一体的事物 切成两段 或者更多段 要弄清楚剑道的本意 便是要学会如何切断 这道理更加简单 甚至有些俗气 但众人还是听得无比认真 万物皆有缝隙 那就是光能照进来的地方 景久走到庭院间 举着一个瓷器瓶子 就像这个瓶子 所有人都挣住了 心想这个瓷瓶如此光滑细密 怎么可能有缝 顾清更是知道这个瓶子 是顾家专门从明瑶里买来的 珍贵瓷器 按道理来说 更不应该有什么瑕疵才对 举高鞋 景久走到瓷瓶后面 伸出右手 无声无息 他的指尖仿佛多出了一个太阳 散发着无穷的光耗 众人毫无准备 险些被照瞎了眼睛 片刻后才醒过神来 走到瓷瓶的另外一边 这件原先看着浑然一体的瓷瓶里 竟然多出了很多道极细的裂纹 而且所谓裂纹 其实不过就是光明的交界 并非真正的缝隙 光能进的地方 见就能见 光暗交割 就是剑道 剑道至简 没有那么多讲究 卓如碎想着入门后读的见点 学的那些繁复至极的剑诀 按这般说法 境界岂不是毫不重要 境界的差别 只在于你的剑能飞多远 速度有多快 准确度有多高 顾卿若有所思 距离其实并不重要 数十年前他第一次参加青山成剑大会时 境界还在井九之上 结果却惨败在井九剑下 那天的事情他当然不会忘记 只要飞剑无法极深 迫害巅峰和迫害出境 本就无所区别 你们如果境界不够 便尽量拉短与对方之间的距离 若是对方已经通天 自当别论 还是这般简单 真这般简单 那你为什么可以杀死太陆真人 阿飘的声音从下方飘了起来 原来他竟是一直跪在地上 双手举着那个瓷瓶 就像画师对着的花架 挺清美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就这样跪在地上 高举着双手 着实有些可怜 明显这是惩罚 阿大趴在竹椅上 看着这幕画面 在心里嘖嘖称奇 对明界妖人 他自然没有什么同情 都是一口一个的对象 问题是 他没想到警员里的 这些青山后辈 也都如此冷酷 景久看着阿飘 因为我是我 阿飘这辈子就没见过 这么自恋无耻的人 却不敢有任何怨言 哪怕付菲也不敢有 明和确实的可怕 他没有见过 但自幼听族里人 说过无数次 先生 我又不能修行 请善见到 听这些没用 您当我老师 总要教我些什么吧 阿飘仰着小脸 可怜兮兮地看着景久 按照以往的惯例 准确来说是 太平真人收 明师的惯例 他称景久为先生 而不是师父 三年之后 我会教你魂火之欲 阿飘不一了 当年 黄书族把明皇之喜给你 你肯定就答应了他要教我 为什么要等三年 我答应的是 替他选个继承人 然后教那个继承人 魂火之欲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清楚 他可以不选阿飘 做下代明皇 那自然就可以不用教他魂火之欲 阿飘觉得生活好难 哭嘻嘻的 宝宝 那这三年里我做些什么呀 就等您考验 还是服侍您的生活起居 经就心想 这方面你比十岁与顾卿差远了 我会教你帝王之术 阿飘正了正 什么 就是教你如何做皇帝 所有人包括赵拉月的视线 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满是惊异于枉然 做皇帝是件极麻烦的事 不管是人间的神皇 还是下界的明皇 都极辛苦 极操心 你这个世界最懒 居然要教人怎么做皇帝 经就感觉到 众人眼神里的不信任 有些不解 我做过皇帝 做得还不错 在场的人除了阿飘都知道 他说的是在青天幻境里 做了几十年楚国皇帝 在青天幻境里 赵钦两国极为强势 楚人姓柔 楚国能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 撑了几十年 而且过得还不错 不得不承认 楚国的统治者治国有方 但那是你的功劳吗 全部靠的都是人家张大学士 尤其是卓如岁 跟着他在楚国皇宫里 生活了好些年 哪里不知道那些事情 赶紧给阿飘连食眼色 阿飘哪里知道这些事情 听景久说自己做过皇帝 还不错 又见卓如碎石眼色 会错了意 傻乎乎地点了点头 赵腊月转过身曲 顾清五额 圆曲低头 都有些不忍看到这个画面 深夜时分 群星被云雾隔绝在天空的高处 庭院里一片黑暗 只能听到潺潺水声 这样的夜晚 最适合观看微弱的光 比如萤火虫 又比如阿飘的魂火 景久静静看着眼前那朵幽冷小火焰 不知道在想什么 阿飘的脸色有些苍白 魂火离体对他来说不难 在体外维持一段时间也不难 但要让魂火停留在景久眼前 却让他太过紧张 于是消耗也有些大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景久示意他把魂火收回去 以后有时间 记得提醒我给你讲讲 镇魔狱里的故事 与冥界在镇魔狱里的时光 对他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回忆 他希望冥界能知道 然后尽可能地流传更长时间 阿飘连连点头又问道 先生 翊王之术很难吗 做皇帝很简单 首先便是识人 然后便是用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动 景久看着他平静说道 因为你是皇帝 不管你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 天下人都必须跟随 而这不合道理 就像当年的太平真人 一手打造煤绘 开创千年太平 是举世公认的正道领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才是朝天大陆的君主 经久望向夜空挥了挥衣袖 满天云雾散开露出灿烂的繁星 星光照着云集阵 也照着朝天大陆的每一处 想必也正在照着那个人 羽化成功的你 现在又在做什么 晴天幻境里的世界早已醒来 秦国白皇帝暴毙 天下动乱不安 用了数年时间才重新太平 齐国与赵国复国成功 秦国退回原先的疆域 楚国的情形也差不多 只是先皇没有留下血脉 最终由大臣与学子们 共同商议 决一奉赵太后为主 赵太后对故处之地极为宽人 故楚国的世家与大臣 依然享有着极高的地位 前张大学士的大公子 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位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张大公子在这些世家大臣 心中的地位极高 但他不肯搬离故地 依然选择留在了乡间 他没有仰望的意图 声望却越来越高 不停有人前来拜访 赵太后甚至颁下了数道旨意 想请他去赵都会面 张大公子谁都不见 也没有理会赵太后 依然带着全家人在乡下种菜 只是现在 终究不能像以前那样种菜 乡邻的宅院与田地 都被朝廷征收 送到了他家 那一大片山头有了个名字 叫做张远 张大公子每天都会去旁边院子逛逛 那里曾经是他的邻居 院子里有口井 张大公子每天都会背着双手 看着井底 不停自言自语 鱼儿啊鱼儿啊 你究竟去哪儿了呀 鱼没有回来 鸟来了 一只青鸟落在追头 看着打着赤脖浑身干瘦的张大公子 摇了摇头 青天剑里的时间流速 正在与青天剑外趋同 表明越来越真实 他对此很满意 对着张大公子却很不满意 青鸟化作一道电光 划破苍穹 在世间各处游寻一番 发现海上的那些海盗 居然在筹备起兵反攻赵国 很是无语 又是摇了摇头 挥斥煽动了一场飓风 把那些海盗阻了几年 越真实的世界 越是容易陷入无趣的重复 就像变成人一样 青鸟带着一丝倦意离开的青天剑 落在了又一道枝头 天空里忽然传来的声音 一只通体阴红的鸟儿落了下来 就在她的身边 青鸟转过头去 无溜溜的黑眼珠 对上了 第三百七十七集 平永家出关 青天剑里的时间流速 与真实世界不同 朝天大陆的时间流速 可能与外面也不同 但时间流动的方向 永远都不会改变 总是那般无趣而冷酷地向前 就在某个平常无奇的日子里 平永家终于在剑锋顶上醒了过来 时光让她的身上满是灰土 她却觉得无甚感觉 觉得这一觉睡得好声香甜 浑身舒坦 下意识里伸了个懒腰 只听得她身体里发出啪啪的轻微爆音 紧接着四周的山崖间 也响起了如咒语般的爆音 无数道无形的剑翼 随着她张开的双手散开 落在坚硬的牙石上 割出了无数道痕迹 落石速速而下 瞬间便在地面堆了一层 她从崖洞里跳了下来 看着崖壁上那些清晰而深刻的剑痕 吃惊无语 望向自己的双手 心想这是怎么了 想了半啥也想不明白 她也懒得再想 在山间随意走动起来 想看看能不能拾到一把和眼缘的剑 只听得风间传来无数声响动 石力翻滚 剑翼剑声 数十道飞剑与剑胚 从地底与石缝里飞了出来 说来也是奇怪 当年她来剑锋寻剑时 剑锋里的这些剑也都是自己飞了出来 但今天有些不同 当平勇家伸手想要拿下一把 有些演员的剑看看时 那把剑却是向后退去 避开了她的手 平勇家正了正 伸手想要握住另外一把剑 结果那把剑在地上翻了几个圈 竟也是避了开去 如果你们不想被我拿到 那何必出来见我 平勇家很是不解 向着前方走去 那些飞剑果然随着她的脚步让开 就像潮水分开一般 她就这样在剑锋里走着 至少有数百把飞剑出来迎接 然后又避开 她隐约明白了 这些剑不是不想随她走 而是有些敬畏与自卑 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平勇家站在一块大石头上 看着封间的数百把飞剑 神情无辜 我不嫌弃你们了不行吗 那些飞剑微微低头 不知道是表示臣服还是不相信 云雾高处传来铁鹰的叫声 仿佛是在回应平勇家 平勇家没办法灰头土脸地向云行风下走去 心想还是没拿到剑 这真是给师父丢脸啊 来到云行风下 遇找几名青山弟子 他很自然地喊了声师兄 那些青山弟子以为他是新来的内门弟子 不以为意 嗯了一声便继续向前走 说话都没有听 今年去警员寇头都有多了十几个人 前夕天小满的时候居然也有人去 真是的 那些同门都疯了吗 那明明就是个妖物 居然当祖宗一样供着 这种话不要随意乱说 谁都没有证据 没看现在连西来风都不说这话了 如果他不是剑妖 那年为何不敢把成天剑拿出来 还什么先天无形剑体 就是一把剑 也只有那些疯子都会相信呢 疯子 神莫疯的人且不提 卓如碎师兄难道也是疯子啊 平庸家已经走出去数十丈远 却听到了这些话 尤其是后面那几句 不由正在了原地 微风起 他转身来到那几名青山弟子身后 师兄 你们在说啥啊 那几名青山弟子对视一眼 觉得好生奇怪 心想这件事情整座青山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你要问什么 没有谁有耐心 对新来的那门弟子说太多话 平庸家也没耐心 听完整个故事 当他大概知道 现在距离青山掌门大典 已经过去了四年多时间 而大典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 便转身向神莫峰跑去 脸色苍白的像纸一样 一道陈龙卷起无数草屑 他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从云行风跑到了神莫峰底 神莫峰尽致已开 山间到处都是建议 隔绝了上山的通道 站在山道入口处 平庸家清楚地感受到了 尽致的强大与可怕 听说当年师父与师姑 都险些没能上去 自己怎么能行 可是想着先前那几名师兄说的话 他实在是没办法就这样站在风外 师父居然是个妖怪 这怎么可能 神莫峰尽致开启 这时他老人家与师姑 两位师兄都被囚禁起来了吗 卓师兄也被关起来了吗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强烈地担心与不安 还有愧疚心理 让他生出了极大勇气 咬牙便往山道上跑了过去 啪的一声轻响 平庸家刚冲上山道一步 便停了下来 他低头望向自己的右腿 发现膝盖下方出现一道伤口 笔直如线 鲜血从里面慢慢溢出 伤口也在渐渐站开 引见白骨 他正了正才醒过神来 剧烈的痛楚 让眉眼都挤在了一处 张着嘴 半嗓喊不出声音来 前方不知道何处隐约传来 猿猴的叫声 平庸家稍微清醒了些 赶紧撕掉一截衣袖 把伤口认真地包扎起来 做完这些事情 他的脸色已经苍白如纸 用微雅的声音不停喊着 诶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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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猿猴的叫声再次响起 似乎带着几分嘲弄 平庸家懒得理那些家伙 坐在地上 对着伤口不停吹气 同时不停自言自语 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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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 痛楚终于渐渐消退了些 他再望向那条 看似安静的山道时 眼里便多了很多巨疑 但再如何害怕 终究是要上去的 平庸家忽然闭上了眼睛 神情渐渐平静 甚至如睡着了一般 就像在剑锋里那样 没过多长时间 他慢慢地站起身来 就这样闭着眼睛 向着山道那边走去 明明身前没有任何事物 他却忽然抬起了右脚 跨过了一道不存在的障碍 然后右转 接下来平庸家就变成了一个木偶 仿佛被无形的绳索牵引着 在山道上或进或退 或转或退 说来奇怪 就这样走着 他却再也没有被剑意所伤 只是身上的衣服 不时被削落几个角 才显出凶险来 半个时辰后 他终于来到了神墨峰的中段 脸上多了几道极细的血痕 身上的衣服更是破烂不堪 在这里他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 停了很长时间 平庸家忽然骂了一句脏话 勇敢地睁开眼睛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向着前面跳了过去 哎呀我跳 哎呀我跳 我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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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木偶变成了兔子 就这样在山道上蹦着一路向前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他居然就这样跳到了峰顶 神墨峰顶清冷无人 洞府石门紧闭 道殿上落着枯叶 看着极为萧索 洞府是睡觉的地方 道殿是看雪的地方 崖边是踏云的地方 现在云海如昨 想必冬天也会落雪 那些人却不在了 那把他曾经偷偷躺过的竹椅也不见了 看着眼前熟悉却又陌生的风景 平庸家觉得好生孤寂 不由悲从心来 师父被那些奸人背叛 没有被求神墨峰 看来竟是被逐出了青山 只怕命不久矣 哪怕是可以被视为家的地方 没有人 也没甚意思 平庸家失魂落魄地向着山下走去 不知道是神墨峰的禁制特殊 还是满山建议已经知道了他是谁 他竟是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没过多时 他便来到了崖下的那间小木屋 小木屋已经很久无人居住 台阶上的灰尘上满是猴子们的脚印 黑茶被翻得到处都是 绿茶却好好的在罐子里 那些猿猴知道顾清这些年喝的都是绿茶 自然不会祸害 平庸家看着罐子里的绿茶 鼻头一酸 心想顾清师兄又去了哪里 还能回来喝茶吗 离开小木屋 他又去了西边 那几年他经常在这里 捡师姑用扶丝剑斩碎的石头 偶尔也会骑一下那匹马 那匹马又去了何处呢 平庸家环市山西四周 忽然发现了一个微微隆起的石头堆 眼里剑芒闪动 便看清楚了那里面的事物 那匹马原来已经死了 原来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平庸家走到那个石头堆前 用手轻轻摸了摸石头 擦了擦眼睛 没有说什么 猿猴们的叫声进了 树梢微弯 野风骤起 猿猴们从林子里跳了出来 围在他的身前 小心翼翼地拍打着他的手与背 表示安慰 谢谢 谢谢 平庸家红着眼睛 真情实意说道 再不觉得这些猿猴烦人 他感谢这些猿猴安慰自己 更感谢他们把那匹马安葬得很好 前一刻西边的气氛还很低沉 下一刻 平庸家的情绪便崩了 他对着风下愤怒地喊道 我他妈一剑看死你们这帮王八蛋 愤怒地喊声回荡在山间 与溪水相合 向着风下流去 猿猴们静静看着他 大多数视线都落在他的右手上 青山剑修无章近后便可以非剑合一 手中无剑不代表真的就没有剑 但这些猿猴的意思非常清楚 你的剑呢 平庸家很是无辜 这个事情说起来有些复杂 不是我拿不到剑 关键是那些剑 不等他说完 一只老猿猴忽然从外面走了过来 很明显这只老猿猴在猿猴群里的地位极高 所有的猿猴都停止了锅躁 极其敬畏地看着他 老猿猩猴曾经能 Fa 老猿猴走到平庸家身前 慢慢牵起他的手 向着溪那边的山崖走去 平庸家先是证了证 接着便想起小时候看的那些故事 不由心声狂喜 猿猴们静静地站在西那边 看着老猿猴带着平永家过了山西 消失在野林的那头 依然未散 野林那边是陡峭的山崖 崖间生着很多青藤 青藤最密的地方 果然藏着一座洞府 景阳真人当年不知道在神漠峰里留下了多少宝贝 有些甚至连他自己都忘记了 不过只是他还记得那些 就足以保证赵腊月等人的修行所需 所以这几十年里 神漠峰的这几名弟子 从来没有担心过丹药之类的问题 但当平永家推开洞府石门 看到架子上的那些飞溅 与那瓶丹药之后 依然忍不住激动起来 那是一只纯色的青玉瓶 用一毛斋的符纸封印 没有半点气息外溢 可以想见里面的丹药何其珍贵 那些剑也绝非凡品 只是让平永家有些无奈的事 当他走到那些飞溅前时 再次感受到了对方的敬畏与自卑 既然这些剑不能用 那就吃些药吧 平永家自然知道丹药不能随便乱吃 但他现在急着提升境界 又想着是老元侯带自己过来的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在那些故事里 你见过哪个男主角跳下山崖 找到宝藏 却因为这些原因就死了的 其欲从来不会出问题 想着神漠封顶的孤青 想着那几名青山弟子的议论 他的脸上闪过一抹狠色 拿着那只青玉瓶 撕下符纸 毫不犹豫地举到嘴边 便倒了进去 看着这幕画面 那只老元侯不由呆了 挺脆啊 有些像黄猴 平永家把那些丹药像嚼豆子一般嚼了 看着老元侯的神情 抱歉啊 忘了跟你聊一刻 那只老元忽然发出一声怪叫 头也不回地便跑出了洞府 还没忘记把石门关上 平永家心想 这是怎么个意思 正准备追上去问几句 忽然觉得肚子一阵脚痛 脸色巨变 老元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洞府 穿过溪水 浑身湿漉地回到了猴群里 发出尖利的叫声 示意众猴赶紧避回树林里 猿猴们不知发生了何事 惊慌失措地向着树林里退了回去 直到退到树里外 才稍微安心了些 老元爬到树梢上 望向洞府的方向 眼里满是担忧与恼火的神情 那瓶丹药的药力极其强大 即便是冲击油也净 一颗也足矣 而且至少需要闭关散化一年时间以上 平永家竟是不管不顾吃了一瓶 肯定会直接暴体而亡 而且甚至那片山崖都可能会被震塌 他正想着这件事情 树梢忽然晃动起来 树林里的猿猴们惊叫连连 东倒西歪 有些小猴子甚至从母亲的身上摔了下来 溪水生出无数烂花 地面生起无数道烟尘 竟是地震了 一声仿佛闷雷般的声响从山崖那边传来 紧接着又有一声雷鸣响起 山崖再次震动 溪水再次不安 还没有结束 雷鸣不停地响起 大地不停地震动 直到很久很久之后才回复平静 树林里的猿猴们也冷静了下来 看着山崖那边满是好奇与不安 老元看着那边苍老的眼眸里满是同情与伤感 青山宗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这样天真 或者说白痴的孩子了 第三百七十八集 那个谁 救你吧 神末风禁止 是当年景阳亲自布置 强大至极却又玄妙非常 人不能进 视线亦不能进 风雨却能进 初冬时节 一场出雪硬气而至 落在风顶 道殿的窗子开着 窗边却无人相看 雪也落在山崖下方的树林里 猿猴们盯着某个地方一动不动 头顶积着雪 看着很是可爱 那只老猿接着子孙们递过来的一颗果子 随意啃了一口 便扔给了树下最小的那个崽子 继续看着那边 那边的山崖已经塌了 那座洞府被埋在了里面 那个天真的白痴肯定是死了 问题是猿猴们始终无法靠接那边 隐约有一道正义与极其强大的力量 隔绝了山崖与外界 老猿有些警惕 才会让子孙们盯着那边 接下来的日子里 冬雪又落了树场 便到了初春 又是一年 某天清晨 老猿忽然被惊醒 望向山崖那边 忽然发现坍塌的岩石微微隆起 然后破开了一个洞 在晨光的照耀下 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正是平永家 看着那幕画面 老猿与别的猿猴们都震惊异常 明明已经死了的人 怎么又活了过来 老猿带着猿猴越过溪水 向着平永家迎了过去 然而还没能靠近 便眼神俱变 尖叫着逃了回来 平永家浑身灰土 头发蓬乱至极 看着就像是个乞丐 身上的味道 则是比乞丐还不如 他捂着鼻子 看着四处逃散的猿猴 眼里满是抱歉 然后跳进了溪水里 雪花落在溪水上变化了 水却极寒 他毫不在意 仔细地搓洗着身体 不时还会用剑火 去除一下顽固的污垢 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 他终于觉得身上没有了味道 对着下游西面飘着的那些死鱼说了声抱歉 走了出来 就在他准备拾起衣衫上时 再次闻到了那股恶臭 不由一阵干呕 赶紧用最快的速度把那些衣服烧成了青烟 青烟飘荡在西边 依然带着臭味 就像他眼里依然留着鱼迹 一年前他把那瓶丹药尽数嚼了 强大的药力直接开始改造他的稻树 顺便把他的身躯也洗练了一遍 他身体里所有的杂质与污物都被药力逼了出来 连续放了几十个屁 也就是那天猿猴们听到的雷鸣 那些屁恶臭至极 偏向那座洞府的阵法隔绝太好 完全没有半点空气流通 只有灵气循环 竟是半点没有外泄 平永家等于就是在这般恶臭的环境里 被迫闭关了一年时间 险些成为第一个被自己屁熏死的可怜人 至于为什么他没有成为 吃多丹药而暴体死去的白痴 确实没有人知道 他自己更是毫无悬念 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还是那句话 其余怎么会出事呢 过了些时间 那些青烟终于消散在天地间 老袁带着猿猴们掩着口鼻 小心翼翼地靠近了过来 平永家对着那只老袁挥了挥手 他刚结束闭关 控制还不够好 剑翼自然外溢 随着他的挥手 一道剑翼便落在了溪水里 溪水忽然变得安静起来 自然分出一道裂缝 从侧面看着就像是透明的玉石 抽刀断水本就是极难的事情 哪怕对于最擅长切断的青山剑修也是如此 看着这一幕画面 平永家振了振 望向那些猿猴 我现在的境界怎么样 他败入青山后 在喜剑阁只学了一段时间 便被警九指名殆尽了神墨峰 在神墨峰的这些年里 他除了学青蓉峰的无端剑法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 没有见识 更没有与别的修行者较量的经验 难免有些不自信 那些猿猴犹豫了会儿 纷纷拍起巴掌 表示那是相当的可以 他们之所以犹豫 不是觉得平永家不行 而是因为拍巴掌 需要把捂在口鼻上的手放下来 平永家有些不自然 那你们觉得 我什么时候才能破海 猿猴们这次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动作很是整齐 画面看着很有趣 这是不可能破海的意思 还是要自己安心修行 不要太好高骛远 平永家有些茫然 当然他绝对不敢去想 这有可能是说 他已经破海了 不用再想着什么时候的意思 师父说不破海不能出山 那我怎么才能出去找他们呢 他有些苦恼 紧接着想着自己境界 总算是有些突破 又高兴起来 去了林间那座小屋 给自己泡了杯绿茶喝 绿茶放了几年 自然不可能是新茶 喝着有些苦 却让他精神一振 想到了某个方法 他从柜子里取出了一件 淡青色的剑衫换上 又取了一顶立帽 便向风下走去 某年之后 沈默峰便一直常背着立帽 帽颜极宽 只要戴在头上 便很难被人看到容颜 来到风下 平永家直接去了喜剑西 想要寻找自己认识的梅理师叔 问问他这次梅会什么时候开始 如果照常举行的话 是不是只要在事件大会上拿到了钱时 便能拿到参加梅会的资格 从而出山 没想到他在喜剑阁里 只看到了一些像他以前那样懒散 趴在桌子上睡觉的新入门弟子 却没有看到一位师长 他抓住一位职士问了问 才知道原来今天就是青山事件大会的日子 即将决出参加梅会的人选 听到这个答案 平永家忍不住妄想如银段般的喜剑西 出了会儿神 想要提升境界为师父报仇 便有老袁带着去了一间洞府 吃了一瓶丹药 想要去参加梅会 下风便遇着事件 这么好的运气 想来那位传说中的何瞻也不够如此吧 青山事件如往年一样 在天光峰的剑林举行 平永家没有剑 自然无法遇剑 只能用跑 一道陈龙带着草屑离开喜剑西 很快便来到天光峰下 然后被人拦了下来 那名天光峰弟子抹掉脸上的草屑 又往地上催了几口 看着平永家恼火问道 你是哪座风的 平永家没有说话 食余道剑险 自止间生出 绝成了一道无形的剑王 那名天光峰弟子证了证 啊 原来是青荣峰的师姐 请进 天光峰是青山主峰 但现在已经是梅娘的孩子 并不敢太过得罪其余珠峰 更何况这位是青荣峰的师姐 整座青山都知道 南望峰主号称闭关 喝的酒却比往年更多 明显心情非常不好 而且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剑陵由数百道石柱组成 每根石柱都高于百丈 看着戏长如箭 半入云里 杀鸡十足 在剑陵对面的崖壁间 有九座石台 那是九峰长老的座位 至于普通青山弟子 则是散步在剑陵四周 平永家低着头 走到青荣峰师姐们的身后 后面不远处 便是世月峰的弟子 如果他退一步 便会被人认为是世月峰弟子 进一步便会认为是青荣峰的弟子 真可谓是进退随意 至于为何那名天光峰弟子 与别的人 会把他错认为女子 则是因为他在剑峰睡了几年 又在洞府里闭关一年 滴水未尽 身材瘦小 而且还带着立帽的缘故 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极妙 正在得意的时候 忽然发现一双脚 出现在自己的视线下 同时一道平静而温和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那声音他有些年没听到了 却很容易便听了出来 是青荣峰的梅丽师叔 他不由暗自叫苦 心想您不在石台上坐着 来我们这些普通弟子的地方做什么 就在他准备开口 说自己是世月峰弟子的时候 忽然听着梅丽说道 既然来看了 就好好看 说完这句话 梅丽从他的身前离开 却也并没有去高台上 而是站在了青荣弟子们的前方 平庸家正了正 也没多想 因为这时候事件大会已经开始了 一道极其冷力的剑光 在云雾之中穿过 追击着前方的那道飞剑 那道飞剑威势不弱 所过之处惊雷阵阵 却拿后面那道剑光 没有任何办法 数次擦身之后 两道飞剑终于在石林上空相遇 只听得咔嚓一声 仿佛有闪电声出 云雾里的石柱被照亮 看着极其可怕 一道身影从树里外的一根石柱上 跌落下来 被师长接住 鲜血连喷 明显受伤极重 雷阵师兄这些年境界 体重颇快 居然不是对方的一剑之敌啊 你也不看看他的对手是谁 短短几年时间 便把飞剑养好 这当天赋 只怕将来的两望风 便要以其为首了 听着那些青山弟子的议论声 平庸家才知道 那位败者是雷阵 这个名字他记得很清楚 顾卿专门对他和元曲 讲解过青山各封弟子 对师父的态度 雷阵 妖松山 林英良 这都是师父的坚定支持者 雷阵浑身是血 被同风师弟扶着 看着云雾上方 眼里满是不甘的情绪 云雾渐散 一道剑光落在石林下方 简如云收起飞剑 走到雷阵的身前 当年他便是 两望风最强的弟子之一 这几年他在云行风 苦心修行 不知修好了 被灼如碎斩坏的飞剑 也修复了体内的伤势 更是一举破镜 现在已经是 游野中镜的弟子 有青山弟子甚至在议论 他与过南山 究竟谁更强些 简如云看着雷阵冷漠说道 每年去磕头 有用吗 这说的是从第二年开始 雷阵等青山弟子 每年都会去警员 给警九磕头的事 雷阵知道自己既不如人 与对方争吵只是自取其辱 甚至会让警员难堪 沉默不语地擦掉身上的血水 没有说一句话 他没有说话 他的师父则是有些不悦 心想简如云你的境界实力远在我徒儿之上 为何还要出手如此之重 沉生说道 修行不是一时事 只要剑在心间 总会有用 简如云摇了摇头 面无表情 你们想奉剑阳为证说 那便是走上了邪路 越修只会越糟糕 能有什么用的 难道你们还真以为 世间有什么先天无形见地 剑林四周的青山弟子 听到这句话都沉默了 平永家抬起头来 微微掀起立茂 看了此人一眼 雷阵被扶了下去 妖松山包括那些 心向警员的年轻弟子 都自认不是简如云的对手 只能沉默 简如云也没有再说什么 收剑走回云行风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他没有去两望风弟子 所在的高台 现在心向警员的 年轻青山弟子 越来越多 但在青山九峰里 却是没有人提起此事 因为这可能会涉及到 青山分庭 而这是所有青山弟子 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看着雷一惊与简如云 没有继续对峙下去 很多人包括 那些长老在内 都松了口气 没想到 一道有些傲然 有些冷漠的声音 响了起来 简师兄所言甚是 一名神情冷傲的 年轻弟子走到场间 众人知道 他叫做方星外 是西来风弟子 据说是方家的子弟 天赋颇家 入门时间不是很长 却已经是无章上井 破境入有也有望 方星外环视那些青山弟子 外门邪道是行不通的 谁来仗我啊 就算他真的是方景天的什么人 也不可能吓住所有的青山弟子 更何况他的这句话 明显是在嘲弄雷一惊与那些心向警员的弟子 场间哗然一片 好些人准备出场 姚松山本想着自己参加过梅会 不准备再落场 但听着这话哪里忍得住 但他却忘了先前雷一惊 也是相同的局面被逼出来的 平永家听着青荣峰师姐们的议论 知道了此人的身份 望向他的眼光便变得有些不善 去年从云行峰下来的时候 他听那几名同门说过掌门大典上发生的事情 知道西来峰主方景天已经通天 而且此人是把师父等人囚禁在神墨峰 不 逐出青山的元凶 这个人是西来峰弟子 更是方家子弟 他当然想要出去把对方弄一顿 而且他想借着参加梅会的名义离开青山 不管先后总是要找机会出手的 问题是他没有见 而且没有打过架 根本不知道怎么打架 真的有些心虚 就在平永家犹豫不决的时候 姚松山等十余名弟子都已经站了出来 准备挑战方星万 看着这幕画面 方星万非但不惧 双眉反而挑得更高 显得极其自信 就在这时候 梅里忽然说道 这一局就让给我们青荣峰吧 梅里是青荣峰的长老 几十年来一直在喜剑阁里 教导新入门的弟子 与林无知一样 很受同门尊敬 见到他说话 姚松山等人不敢相争 纷纷退了回去 只是有些意外 无数道视线落在梅里身上的那些青荣峰女弟子身上 猜测着接下来出战的会是谁 梅里转身望向人群最后方 那个戴着立帽的弟子 那个谁 救你吧 第三百七十九集 剑法自然 平庸家紧张极了 他真的从来没有打过架 更不要说用飞剑战斗 而且他也没剑呢 站在高高的石柱顶端 看着远处的对手 他觉得嘴唇有些发干 双手有些微微颤抖 方心外看着这位师妹手中无剑 知道对方已经进入无章境界 只是看来没有什么经验 而且吓得不轻 不由心生怜意 师妹 你先出剑吧 平庸家心想 我他妈就没剑怎么出啊 只好摇了摇头 方心外心情微异 却也没有多想 那就得罪了 话音落出 一道明亮的剑光照亮石柱上方的薄雾 伴随凄厉的破空声 飞剑瞬间越过百余杖的距离 来到平庸家的身前 向着他的立帽斩去 青山弟子再如何讲究风度 剑争的时候也绝不会相让 就是对自己与对手的尊重 方心外也是如此 出手便是七枚剑绝里最难防御的仪式剑法 只是落剑处的选择明显仁慈了些 飞剑去世积极 剑路却是诡异难测 西来风高台上 方景天沉默不语 其余几位长老则是面露微笑 颇为满意 不远处的云行风高台上 福旺更是称赞了一声 平庸家哪里反应地过来 稍一愣神 便发现对方的飞剑来到了自己的眼前 他没有被吓得从石柱上跌落 这还要归功于在神末峰时的经历 那时候他已经顶替了圆曲的角色 守在那条西边 一面与老马说话 一面等着赵腊月初见展示 那道血色的剑光他不知道看了多少次 和福斯剑比起来 方心外的这一剑简直就是米粒之珠 不 米粒 但平庸家也不知道 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剑 无端剑法他早已学会了 问题是他没有剑呢 他忽然想起顾清师兄 曾经说过的一段往事 下意识里举起双手 便向那把飞剑抓了过去 看着这一幕画面 很多人以为他是乱了分寸 忘了出剑 不由发出一阵惊呼 以为下一刻 便会看到断手飘血的画面 那些青荣峰师姐更是担心地喊出声来 谁也没有想到 随着平庸家看似慌乱地伸出双手 方心外的飞剑停在了立帽之前 便再没办法向前进一寸 就连明亮的剑光都变得暗淡了很多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平庸家的手指尖散发出来的剑意 索青秋 一名西来风长老吃惊地站了起来 看着石柱上方 当年那次青山事件大会的时候 顾寒就曾经试图用锁青秋 锁死井九的宇宙风 只是没有成功 这名青荣峰的女弟子 难道也会锁青秋 无数道视线落在了梅里的身上 梅里平静说道 这是我青荣峰的剑王术 是的 很多人已经发现了 平庸家手指尖散发出来的那些剑意非常细柔 更像是一道道无形的剑弦 以一种极其繁复的方法编织在了一起 就像是一张网 不管方星外的飞剑是一道曲折前行的梅枝 还是别的什么 落在那张网里 就像落在猪网里的昆虫 如何还能飞走 众人议论的时候 方星外也感觉到了飞剑处 传回来的沼泽般的粘质感觉 生出强烈的不安 知道必须立刻夺回控制权 他顾不得愤怒于这位师妹 故意装作可怜的手段 剑员急运 便要夺回飞剑 同时右手忠实二指一并 捏了一个剑角 准备紧接着尸出七枚剑角里 威力最大的剑招 平庸家这时候发现 自己居然真的抓住了对方的飞剑 正在高兴 忽然感觉到 从那道飞剑里传来了一道剧力 而且那道飞剑 剧烈地颤抖起来 隐隐散发出一道杀意 他证了证 然后不经反喜 心想这个我熟啊 在神末峰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洗剑 很是无聊 元曲师兄那时候 也没有真正的剑 非但没有同情他 反而经常嘲弄他 在他面前施展七枚剑绝气的 这招剑法 他没剑过一百遍 几十遍也是剑过的 问题是 怎么解决这招杀意极足的剑法呢 平庸家还在想着这件事情的时候 双手已经本能力动了起来 他的手指在薄雾间高速弹动 看似慌乱而没有任何规律 实则却是连续 施出了十余招无端剑法 一阵密集的清脆撞击声里 那道正在试图脱离控制的飞剑 被平庸家的手指连续击中 就像是暴雨里的蜻蜓 每次想要飞起 却被一颗硕大无比的雨珠砸中 根本无法离开 最终只能颓然无力地倒下 透明的翅膀与轻薄地重伸 就这样在漫天暴雨里崩解 变成碎片 那道飞剑竟然就真的这样碎成了数十段 就像是被人用钳子剪下来的铁皮般 向着石柱下方飘去 方形外飞剑被毁 剑完受到反噬喷出了一口鲜血 然后向后倒去 随之跌落 一道剑光闪过接住了它 那些飞剑碎片却无人去管 落到了地面 发出啪啪啪一阵清脆的响声 所有人都惊呆了 就连梅里也是如此 她抬头看着石柱上那个瘦削的身影 脸上满是意外的神情 你剩了方形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你怎么会清戎风的无端剑法 那些清戎风的女弟子们也很是吃惊 纷纷询问梅里此人是谁 梅里确实没有说话 有些人觉得眼前这幕画面有些眼熟 然后才想起来 很多年前景九也是用自己的双手折断了过南山的剑 当时的过南山 要比现在的方形外强多了 可景九的手当时也流了血 哪里像这名清戎风女弟子这般随意淡然 有人下意识看了过南山一眼 过南山则是看着那名戴着立帽的清戎风弟子 觉得有些古怪 当然 像他这种境界的弟子自然与师长们一样 能够看出那名清戎风弟子用的 确实是最正宗的无端剑法 而且学得极好 造诣极高 费数十年苦功不能治 难道这名清戎风弟子是南望师姑私下收的弟子 过南山轻声说道 这位师妹 请下来吧 平永家还沉浸在此生第一次剑战 获胜的枉然与喜悦之中 正正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心想师姑的剑道法门居然这么强吗 他这时候想的师姑自然不是南望 而是赵腊月 当年吃火锅的时候 赵腊月与卓如碎讨论过几句 剑意入体的法门 刚好被他听到了 所以他才会在剑风上睡了好几年 平永家忽然生出难以想象的勇气与自信 指着剑林下方的简如云说道 不 我要挑战你 剑林四周轰的一下乱了起来 不是因为他居然有勇气挑战 两望风最强者之一的简如云 而是他的声音明显是个男子 清戎风上次出现男弟子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一名西来风长老沉声喝道 摘下你的立帽 表明身份 平永家自然不在意 摘下立帽露出了自己的脸 对绝大多数青山弟子来说 这张脸都是陌生的 但有些人对这张脸的印象则极深 林无知看了眉里一眼 眉里平静无语 他便知道 他早就知晓了那人是平永家 不由微微一笑 那些人曾经在天光峰顶 看见过平永家 不由震惊无语 那名西来风长老脸色阴沉 好大的担子 居然敢冒充清戎风弟子 平永家一脸无辜 我可没有承认过 我是清戎风的人 林无知见没礼不说话 笑容更生 那么 你到底是谁 陈莫风弟子 平永家 他的视线在各风师长 与青山弟子们处划过 最后落在简如云的脸上 家师 锦九 听到平永家的话 见林四周变得异常安静 没有一点声音 很多青山弟子 这时候才想起来 他在神末峰 似乎是个很不起眼的弟子 他居然没有去云集镇 而是一直留在了青山里嘛 那位西来风长老 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 云行风的石明轩长老 阴沉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在青山里 谁都不准提那个剑妖的名字 你也没有资格参加世间大会 石明轩是简如云的授意恩师 他虽然相信简如云 肯定要比这个入青山时间不长的 平永家更强 但平永家明显有些古怪 而且毕竟是锦九的关门弟子 所以他要阻止这场建争 平永家理都没有理这个人 这是盯着简如云的眼睛 其实很多人都清楚 在平永家说出 家师锦九这四个字后 这场建争便再难避免 简如云神情不变 换出飞剑踏了上去 数息后便来到了天空里 衣昧随风飘摇 便如一只大鸟 就算你学了青蓉风的无端剑法 也不是我的对手 因为你根本看不到我的剑 简如云看着平永家面无表情 就像看着一个死人 云行风用的是苍鸟剑法 讲究的是苍鸟在天 云影相应 剑法灵动至极 颇有悬门道法 甚至是中州派天地顿法的意味 如果平永家连他的飞剑 真实诡计都捕捉不到 又如何能够像先前战胜 方星外那般困住他的剑 简如云青灰衣袖 一道飞剑自袖里飞出 他的动作看似随意 那道飞剑 却是瞬间来到平永家的身前 比先前方星外的飞剑 不知快了多少倍 太快了 平永家的脑子里冒出了这个念头时 其实简如云的飞剑 还没有从袖子里飞出来 准确地说 那时候简如云的尖头才刚刚动了一下 他就自然生出对方的剑太快了 这种概念 如此快的飞剑 他没有自信能够用无端剑法困住对方 那么便只剩下了两种选择 或者用飞剑拦截 或者避开 因为他没有剑 所以其实只有一个选择 问题在于 对方的飞剑如此之快 他凭身法闪避 怎么可能来得及 就在平永家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身体已经做出了反应 抬起右脚 重重地踩在了石柱表面 哥拉一声 石柱顶端出现一个窝口 碎石速速落下 借着强大的反振力 他的人向着天空里飞去 瞬间消失无踪 没有人注意到在他消失之前 有数十道极弹的剑光从他的领口 他的衣袖 他的鞋底 他的发丝间飘了出来 简如云微微一正 以为平永家用的是剑盾术 挑眉寒声道 找死 不管剑盾术再如何了得 又如何能避开苍鸟的眼睛 更重要的是 哪里可能比真的飞剑更快 简如云衣袖微卷 那道飞剑随之破空而回 他踏到飞剑上 向着天空上方追去 剑光顿时大胜 薄雾笼罩着石林 却遮不住那道剑光 引发青山弟子的一阵惊呼 这不是御剑 而是真正的御剑 只有掌握剑道真意的剑修 才能通过御剑的手段 把苍鸟剑法的威力发挥至最大 谁都没有想到 简如云沉寂数年 竟然已经把剑道修为提升到这种程度 苍鸟剑法讲究一击则走 初剑必杀 以简如云此时展现出来的实力 平永家只怕要受重伤 甚至被直接杀死 很多人都想到了这种可能 过南山非常担心 想要出声阻止这场剑争 却发现 不管是尚德峰的池燕长老 还是石鸣轩长老都没有说话 也没有动 盯着高空的云层后面 精神异常凝重 薄雾剑浓 普通的青山弟子已经看不到高空的画面 只能隐约看到那道剑光正在不断向上 忽然一阵极其密集的剑鸣在高空响起 在传到地面时已经极其轻微 就像一场温柔的春雨 人们都以为是简如云看破了平永家的剑顿术 正在向其发起连绵不绝的攻击 听着那些密集的剑鸣 众人很是震惊 心想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居然出了这么多剑 简如云的境界究竟高到了什么程度 第三百八十集 请看无形剑体 云雾忽然散开了些 露出了一条通道 平永家从高空落下 刚好落在了原先的那根石柱上 他的落势太猛 双腿根本无法站稳 右膝一软便跪了下来 重重地砸在了石柱表面 只听得哥拉声在起 那根本就有所缺损的石柱落下了更多碎石 更是摇晃起来 极有可能倒塌 看着这幕画面 青山弟子又是一阵惊呼 雷一惊与妖松山等人激动想着 不愧是师叔祖的关门弟子 居然这样都没死 只是简如云呢 为何他还没有现身 要知道平永家明显已经没有再战之力 他不需要杀死对方 便可以获得胜利 难道心有不甘 就在人们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云雾再次散开一条通道 一个黑影从高空坠落下来 过南山神情微变 救人 不带他说话 云星风长老石明轩已经飞离了高台 以奇快无比的速度略至石柱之下 显之又显地接住了简如云 只见简如云已经昏迷 身上到处都是剑痕 鲜血正在不断溢出 明显是受了极重的伤 场间一片哗然 所有人的视线都望向了 依然跪在石柱顶端的平永家 震惊想着 难道高空里的那场对剑 竟是此人赢了 就连梅里与林无知 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 要知道 简如云可是两望风的真正强者 就算与过南山比起来 也差不了多少 怎么可能输在一个入门才十来年的弟子手下 平永家艰难地站了起来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便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又引来一片惊呼 不过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他的伤势要比简如云轻很多 有微风从天光风顶吹来 浮动云海以及他的衣妹 这时候很多人注意到了 有数十道剑光正在随着 微风敛入他的身体里 这是什么剑法 很多青山弟子茫然想着 曾经参与过当年那次青山事件的 各风长老们则是神情各异 有的凝重至极 有的满脸腥味 平永家抬起衣袖擦掉脸上的血水 看了一眼昏迷中的简如云 然后望向西来风所在的那座高台 看着那个银霉微飘的通天镜大物 平静而充满挑衅意味 这就是先天无形剑体 你们看懂了吗 简如云刻意重伤雷一惊后 曾经说过一句话 难道你们还真以为世间 有什么先天无形剑体 那些认为井九是剑腰的人们 都是这样想的 井九可以做到那些难以想象的事情 只不过因为他是一把剑而已 谁能想到 没过多长时间 平永家便重伤了简如云 而且按照他的说法 他用的就是无形剑体 连他都学会了无形剑体 凭什么说他的师父井九不会 难道你们要说平永家也是剑腰 可是世间只有一把万物一剑 简林下传来石铭轩的抱贺 拿下这个妖人 简如云身受重伤 而且明显有些经脉已经被斩断了 还能不能修行都要另说 他是简如云的师父 愤怒到了极点 当然恨不得当场便把平永家杀死 然而回应这位云星风长老的是一片安静 没有人接他的话 更没有人按照他的要求把平永家拿下 甚至没有人看他一眼 天光风下的气氛这时候极其怪异 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牙尖某座高台上 也就是平永家说那句话时看着的地方 方景天就坐在那里 广源真人池燕与墨池等人也静静地看着他 你说井九是剑腰 那么今天发生的这一切该怎么解释呢 梅里带着平永家来到了云集镇 没有急着去景园 而是带着他在镇里逛了逛 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平永家看着那些酒楼里 茶馆里的人微微皱眉 好多修行者 他们都是想来见井阳真人的 虽然被赶过一次 但谁会真的死心呢 修行者的岁月长 几十年只是等闲师 也许他们还以为这是真人对自己的考验 我知道您是劝我从商计议 放心吧 我不会乱来的 其实他心里想的是 方景天都已经通天了 就算他不给神墨峰一个解释 自己又能拿它怎么办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 师叔啊 您为什么如此坚定地认为我师父就是井阳真人啊 梅里在喜间阁里教了几十年书 青山弟子都习惯称他为梅里师叔 倒不是准确的排序 听着平永家的问题 他微微一笑 没有解释 那年掌门大典之后 南望消失了一天时间 回来后便开始喝酒 烂醉至今 他哪里想不到发生了什么事 知道南望喜欢井阳真人的人不多 他刚好是一个 离开云集镇 来到那片浓雾之前 梅里说道 这些年 你师父和他们就住在这里 说完这句话 他便踏见离开 他相信井园里住着的就是井阳真人 但因为南望的缘故 也不便留在这里 更不便进去 平永家对着向青山群峰而去的那道见光 认真行礼 神情很是严肃 待他直起身子 顿时变了一个人 向着那片浓雾冲了过去 兴高采烈地喊道 师父 师姑 师兄们 我来了 云集镇里那些修行者 早就注意到 他与梅里的动静 一直盯着这边 看着他向雾里冲去 不由露出冷笑 心想是哪里来的白痴 这不是找死吗 但下一刻 他们唇小的冷笑便僵住了 因为那个人真的冲进了雾里 平永家根本不知道那片浓雾是做阵法 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在意 师父知道是自己来了 难道还会把自己拦在外面 秉持着这样的想法 他直接冲进了雾里 然后来到了警员的门前 看着眼前这片极大的庭院 他正了正 整理了一下衣衫 台步走上石阶 推开那扇紧闭的院门 走进了庭院里 却没有看到一个人 花树下没有人 西边没有人 羽廊下也没有人 平永家的脸色有些苍白 用最快的速度把警员找了几遍 发现这里不止没有人 也没有猫 也听不到寒蝉的声音 他看着无人的庭院 心里生出极多悔意 举起右手轻轻抽了自己的脸一下 你真是个白痴 那天耐着性子多听别人说几句话 不就知道师父他们已经离开了青山 何至于你在山里留着 或者你和顾清师兄多学却猴子话也好啊 下一刻他想到师父曾经交代过 没有破海不能出山 心情稍微好了些 摸了摸有些微痛的脸颊 接着说道 不过师父不来接你 你也没办法出青山不是 你现在靠自己的本事出山 这是好事 而且你表现很棒棒啊 想着自己在青山事件上 胜了那个西来风的谁谁谁 还有简如云 他的脸上露出傻笑 终于还有心情欣赏一下警员里的风景 花束无人照料 依然盛放而不杂乱 溪水无人去看 锦里自在游动 想着顾清师兄 他们这几年看的就是这些花束与溪水 平永家脸上的笑容更傻了 接着他注意到雨廊下的地板上 有六个鸡蛋的印子 猜到应该是坐躺椅的椅脚磨出来的 眼珠子微微一转 小心翼翼地坐了上去 挪了挪屁股 露出得意的笑容 天光转移 警员里的画面也随之改变 他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消失 至余下难过 你们究竟去了哪里了呢 平永家没有在警员停留太长时间 他是以参加梅慧的名义出的青山 那么梅慧总是要参加的 而且师父的家不就在朝歌城吗 想着这些事情 他离开了那片浓雾 回到了云集镇上 在那些修行者震惊羡慕的目光注视下 找到了一家并不起眼的商行 在神默峰的时候 顾青对元曲与平永家交代过很多事情 比如修行界的形势 神默峰的敌与友 当然也包括一些在他看来 应该记住的重要信息 比如这家商行是顾家的 有事情可以交代他们办 我是平永家 他看着那位商行老板 不知道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啊 元曲与他可能记不住顾青交代的那些事情 但顾家从上到下的每个人 绝对会把神默峰所有的人的名字 相貌习性背得滚瓜烂熟 商行老板恭敬无比行礼 请闲师吩咐 你知道我师兄去哪儿了吗 青山事件大会上发生的事情 还没有来得及在修行界传开 却瞒不过顾家的人 商行老板知道这位先师在青山里闭关多年 不知晓后来发生的事 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但大概二十余日前 静元便没有要过火锅了 平永家心想 那就是才走了二十几天 想了想又说道 我要去朝阁城 商行老板正了正 心想那您就飞呀 忽然他想到警九才醒过神来 看来这对师徒都有相同的怪癖 他带着平永家来到商行后面的院子里 指着那辆已经多年未用 却依然崭新如足的马车 恭敬说道 这是掌门真人当年最喜欢的马车 平永家靠在榻上 看着天窗里的风景 吃着最新鲜的当季水果 觉得师父真是太会享受了 天窗里的云层忽然变得暗了些 他微微眯眼 发现那是一个巨大事物的阴影 前方有事 赶车人恭敬回答 啊 前方就是朝阁城了 最近这段时间啊 朝阁城的戒备非常森严 非碾在天空里就没有落下过 进出城门的所有车队 都要接受极严苛的搜查 顾家的马车却没有受到任何盘查 越过长长的队伍 很轻松地进了朝阁城 不是说顾家的势力 已经大到了这种地步 而是顾家提前就做了安排 知会了朝阁城里的相关方面 告诉了对方车里坐的是谁 一个普通的青山三代弟子 当然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但如果那个人是 景阳真人的关门弟子 则要另当别论 马车进了朝阁城 未坐停留 继续向西而去 最终来到一片群山之间 这片群山严绵不绝 却还是在朝阁城的范围里 由此可见 朝阁城究竟有多大 平永家下了马车 与那位车夫点头之意 沿着青石铺城的山道 向山里走去 这片群山如青山 以及云梦山一般 被中年不散的雾气笼罩着 凡人根本无法一睹其容颜 平永家没有走多远 便被青天司的官员拦下 然后带到了山后那片宅院里 青山宗今年带队参加煤会的 是云行风主福旺 他看着平永家很是吃惊 你来做什么 当然是参加煤会 你有什么资格参加煤会 因为我赢的简如云师兄 我赢了 我赢了 后面的两声赢了 不是群山的回音 而是他自行加戏 浮旺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想着离开青山前的决意 强行压制住怒意 挥手示意他去休息 今年的梅会与往年并无不同 依然是琴棋书画道这五项 青山宗的表现也与往年差不多 前面四项都没怎么报名 只是当作看客 高耸入云的石台上 站满了各宗派的修行者 盛开的梅花 就像繁星一样 点缀着风景 琴声很是悠扬 书画似乎也很好看 却无法吸引平永家半点注意力 直到十余日后 各宗派修行者汇聚骑盘山 开始准备进行奇战 他才终于看到了自己想要找的人 静宗雀娘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梅会奇战 今年也不例外 却被朝廷以裁判的名义请了过来 这天清晨 他在山间随意行走 看着那些雨亭稀盘棋盘的布置 确保对异双方的公平 看着那些熟悉的景物 他自然想起了第一次参加梅会时的场景 想起了先生与童颜公子的惊天一战 不由露出一抹笑容 正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侧前方的树林里 传来了一道声音 这边这边 他转过身望去 只见一棵大树后 站着个陌生的年轻人 不由微微一震 那名年轻人从树后跳了出来 挥着手说道 师姐 我是屏我家 雀娘听着这个名字与师姐的称呼 才想了起来 神情威夷 你怎么在这里 师父他们不见啊 我来朝科证找他们 雀娘有些吃惊 先生他们不是在云集郑外的景园吗 景园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听到这话 雀娘也不禁紧张起来 顾不得齐站的事情便带着平永家下了齐盘山 在朝歌城里 他们去了景宅又去了兆远 没有任何发现 也没有任何线索 雀娘越发紧张 却不敢对宗理的师长说 毕竟景久的身份太过特殊 万一这一件事传出去 谁知道会引发怎样的风波 到站就要开始了 你先去白城 注意保护好自己 平安回来就好 他摸了摸平永家的脑袋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这边的事情留给我来查 你不要太担心 师姐 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 泥也就关注一下 学功词 你不要太担心 你不要太担心